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老师这个主题跟各位讲的是什么? 还阴债 还阴债这个事情老师有挣扎很久 到底该讲还是不该讲 为了老师个人的一个想法 个人的理念 老师还是跟各位谈一下 但是老师这边先说 老师讲的东西完全是胡说八道 你在外面所遇到的老师 或者是宫庙 或者是任何的道长 说你一定要花钱去还阴债 他们一定是对的 你只要花钱遵从他们的想法 你就可以消灾简烂 我来这边讲 我讲的一定是胡说八道的 所以说就不用去跟老师争论 老师你跟别人讲不一样 跟别人讲不一样的 这个主题一定是他们对 我一定是错的 我一定是胡说八道的 好吗? 首先这个还阴债 在房间上很多人会说 按照你的出生的一个生辰八字 年月日时去计算出来 你到底欠了几十万万万的钱 然后你花钱去买这些金子 然后透过一个法式 透过一个科医 把它创上跳跳之后 你就把这个金子给画了 然后你上辈子欠了赞 就抵消了 你这个辈子就会很好运 这个东西有没有逻辑 我跟各位讲实在是没有什么逻辑的 为什么? 因为有人说 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一些典故 或者是有些经典 来引用出来说 证明有这件事情 我还不说 真的有这些经文 但这些经文是不是对的 我们先不讲 因为他找不到写经文的人 这跟我们过去讲的童子命是一样的 随便写一段你也可以把它当经文 比如说有人就号称是什么太上老君 五斗寿生金 或领保天尊的什么寿生金 这些神明本身就不可能去干预到这些事情 因为每个神的职责是不一样 你要太上老君领保天尊 那去跟你去计算 你有欠了多少钱 把你还债 你当他是财神的还是会计师 那没有好不好 他负责的就是提升你自己的一个人格 你自己的一个人的灵魂的纯净度 他是告诉你怎么做人做事 没有在帮你算账的 所以说你求财找太上老君领保天尊 这本身就不对了 人家又不是财神 对不对 你找弥勒佛我也就算了 你找宣戴冤帅 我觉得你很聪明 你找官圣帝君 我也觉得你很棒 你找就算是怎么样 你找到那个土地公公 对不对 也很棒 或者是城隍爷 这都对 你找太上老君怎么会对的 你找领保天尊怎么对的 业务就是不一样 对不对 难道你今天台湾来讲好了 你在旁边那个红绿灯坏掉 你要找赖清德吗 那不可能嘛 干他屁事啊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一开始就是不对的一个经典 他不负责这个东西 你怎么会说 他会帮你告诉你怎么计算 你自己的生辰八字 然后欠多少钱 那再来就是说 你欠的债 燕君债主这些事情 你可不可以用钱去还 不行 是不行用钱去还的 为什么 各位你要首先知道 你欠的债或是欠的业 我们就把它债转成业 业这件事情啊 你一定要去明白 所谓的业力啊 就是伤害到别人 所以你造业嘛 对不对 业就很简单 你欠的债或做什么 你伤害到别人 你欠债不还 就是你得到别的东西 然后你不还给他 然后你伤害到他 对不对 你得到然后他失去了 对不对 那业跟债的意思其实很相近 就是你伤害到别人了 是不是 那这个事情你就得还 这很公平吧 那什么是福报呢 福报很简单 你帮助到别人了 那么这个就是福报 帮助到对的地方啊 你不要去帮 帮鱼什么 帮鱼拿起来散风 让他不要 不要去呛到水啊 这个是不行的 不一样啊 你要帮到事得其所 那么这个就是功德 你拿功德去去消你的罪业 哎 这个有平衡一说 这是可以的 因为你造的功德越多 那你消的业就越多 你帮助到的人越多 那么你的财富也就越多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东西才是公平的 是没有任何办法 你拿你去花钱 买一堆纸 然后把它烧掉之后 你跟你过去伤害到的人 你就两清了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 上辈子你是一个土匪 你杀人全家了 然后你告诉我 这些人来找你要债的时候 你烧一堆纸钱 你觉得他答应还是不答应 就说你吧 你被杀人被人家杀了全家了 然后人家说我拿钱来去买他们的命 可不可以 不可能 对不对 这个本身就不是用钱可以去用的东西 因为钱这个东西啊 他只在你有肉身的时候 在我们人类的有肉身的羊之间 他才有意义 对不对 你在另外一个世界 他要的不是我们的钱 所以我们的钱所买到的东西 对他们讲都是没有用的东西 比如是说你去给那个非洲狮子穿衣服 有没有意义 穿很漂亮的皮革的衣服 有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因为他本身就不需要这个东西 然后你拿我们的一些华服 拿个什么很名牌的 什么什么LV 外双膝之类的 好 你能穿到狮子老虎身上 有用吗 没有 你不如给他一块牛肉的 还实在一点 对不对 因为他不要东西 你给他干什么 所以冤青在主要的 就是他要把他自己的委屈所受到 你欠别人的 你必须用你另外的行为所产生的功德 你才能够去补你过去之前的错误 不可能用钱去可以还债 这个是很坚定的 你能够还的只有房贷 车贷 信用贷款 跟隔壁的标会 这些你可以还 其他的三界之间的事情 不要说还英债 你什么债都还不了 我们做法会 我们能做的事情不是替你还债 是为怎么样呢 我们是避免我们的渊源相报 我们劝他 我们让他去好一点 当然我们也给他一些经文的回向 对不对 所以是说他才能够 可能有一些时候他想通了 那他才能够去离开 那把这个劫给解了 是不是 所以说你说要消灾 要解恶 首先我可以帮你做的是一些 任何道德都可以帮你做一些 但是实际上 帮你说圆了 你也得去拿你的福报 来去填你过去所办的错 这个才是一个事情 任何一个道长 任何一个法师 他都不可能无中生有 他都必须要怎么样呢 帮你办事 那我们就帮你念功德 但是我们念出来功德 那当然也比不上你自己做出来的好事 你好事做得多 你何须需要道长 何须要老师 何须要神明 来帮你还债呢 就是因为你做不够 我们帮你一点 但是你也要记得 你自己也要做改变 过去犯人的错 你这是不要犯 那不就好吗 有人说 老师我不知道过去犯什么错 那么你现在不犯错 你现在能够有益于人 能够帮助到他人 把钱不要拿去烧金子 拿去剑桥铺路盖学校 拿去奉养父母 拿去照顾妻女 拿去培养自我 那这个是不是就好的 我们不一定要吃喝玩乐 但是可以投资到我们智慧 投资到小孩的智慧 投资到父母的 无后顾之劳 无后顾之忧 这些都是我们的福报跟善举 就算是你是做工作的 你是上班的 你推出一个非常好的商品 货真价实 然后不要说物理人价美了 货真价实 品质过硬 买到你的人 真的是可以享受到 你商品所带来的好处 这个也是福报 所以说你必须拿福报 去抵罪业 而不是拿什么 拿钱烧金子 你就可以还英债 这个东西肯定是错的 这个是由我承某人胡说八道的 如果其他道长 其他老师 其他公民要告诉你 你一定要烧金子还英债 然后通话上我们帮你做的法 叫你钱是今生的 所有债务都可以把它了了 那他们一定是对的 我一定是错的 我在这边跟各位说的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